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Banana UK Property的频道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被受移民人士欢迎的城市 Warrington Warrington位于利物浦尔东20英里 曼切斯特尔西16英里 优越地理位置给了这个城市有很大的优势 Warrington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夏季温暖 冬季凉爽 夏季最高的平均温度为21度 而冬季为0度 现时人口若有21万人居住 其中92.9%为本地白人 而2.4%为亚洲人 现时的平均楼价为23万英镑 而其中apartment的平均楼价为14万英镑 排屋的平均楼价为15.3万英镑 半独立屋的平均楼价为21万英镑 独立屋的平均楼价为36万英镑 而按照英国房价的整体标准 这里的房价是算低的 但如果是用来放租的话 租金就会相对较高 平均一房物业可以收到497英镑一个月 对于投资者来说利润相当可观 而Warrington始建于前罗马时代 位于墨西河的十字路口 成为中世纪拥有工具和纺绩工业的杂镇 如今它不单是一个工业区 它已经成为一个繁华市中心 而且零售业蓬勃 尽管Warrington靠近曼茨斯斯特 利物浦、Chester等大城市 它依然是拥有英格兰西北部 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 在现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这边的营兽业依然发展得非常不错 而Warrington虽然属于乡村郊区 但它的市中心也非常现代化 它有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Golden Square Shopping Center 于1974年首次开业 所有欧美的主要品牌都集中在这里 而其他的主要购物街道有 Button Market Street Horse Market Street Sanky Street 以及Bridge Street 这四条街道在market街的交汇处 有一个大型的喷泉艺术品 当地人称之为Skitto 即是吃喝玩乐 而另外在镇里面 还有一个大型室内市场Warrington Market 作为时代广场开发的一部分 近年进行了很多商业扩展 里面不单止有零售 还有戏院、餐厅及酒吧等等 市内还有两个较小型的购物中心 The Hatties Road 和Cockage Shopping Center 而Warrington也是Akir的发源地 这里真的适合一家大小 来到这里要自选家司 而Warrington的生活指数 相对于英国其他城市较低 普通家庭每周的食材购物费用 平均只需要53英镑 但这里的平均收入就相对合理了 在2015年的一个调查显示 Warrington的个人每周总收入 平均为492.7英镑 这个数字已经超越了很多英国的其他地方 而在运输方面 Warrington也相当方便 由于距离利物浦和曼切斯特很近 你可以很轻松地去到封区 北威尔斯和湖区等地方 它同时拥有英国最常用的高速公路 M6、M63和M56等等 就算你想自驾去英国其他更远的城市 都非常方便 而在公共交通方面 这里有巴士及火车提供到众多城市的路线 而在航空方面 Warrington距离利物浦国际机场和曼切斯特国际机场 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 而教育方面 Warrington拥有非常好的教育设施 这里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城镇 里面已经拥有200间中小学 其中有接近60间学校都拥有good和outstanding的级别 而Warrington的绿化环境非常好 这里有很多又大又漂亮的公园 和壮丽而又有特色的乡村小镇 而其中Lim这个区域 更是Instagram最多人tag的英国地区之一 非常适合拍照 而且Warrington拥有几条贯穿南北的混河 其中River Mercy就是最出名的 而很多人都因为喜欢住在河边而搬到这里 不过要注意的是 虽然住在河边风景是很漂亮的 但某地区域也会有水浸的情况 例如Banky Bridge和Sanky Bridge 这一带遇到水浸的机会率会比较高 而River Road和Wolf Street这区就从来没有遇过水浸了 所以在购买物业之前 记得和我们Banana UK Property查询更多资讯 我们下次再见